萤幕下方的这三个电子书的阅读器 那而来是因为电子书 你就可以立即下载 那当然也加上它的一些相关的服务 那我这边主要特别要介绍的是 除了最近买的一本书之外 就是这本之前买的 就是那时候刚待班的时候 觉得就是学习像加勒比海 这是有一本书 那这一本的话就是教学要像海盗 所以我当时在五年级的时候 就自比为说我们想要当一个 海盗老师 然后整个班就是在学海 学习的海洋里面闯荡这样子 那这是因为你已经买过了以后 你就可以从几个不同的载具里面去下载它 那像现在已经下载完打勾的 就是已经可以离线阅读了 那会介绍这本的原因是 原来这本过了没多久 就是我最近才发现它原来有综艺版 所以在这个阅读的部分 它有一些相关的功能 其实都蛮像的 比如说我有一些 我的所有买的东西就是这个Library的部分 然后Cover的话就是那本书的封面 那我们就是用手滑的方式就可以滑动 那每个目录的部分呢 我们就可以有比较方便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直接跳页 那再回到首页的话 通常就是回到刚才的那个首页的方式 那我也可以在这边就是 比如说按住某些字 那这个字的话呢 就是第一个你可以查字典 那你也可以把它画重点 第三个呢就是你可以来加注解 那这个大概在中文或者是英文的电子书阅读器的工具上 应该是都蛮方便的 那最后呢就是你所有的笔记跟注解是可以再及时浏览的 那这个等一下我再会用这个中文的部分来做介绍 那在中文的部分呢 我最近在书展的时候看到一个是这个 CollectBook这个APP 然后它目前是安装之后有七天的免费可以使用 那你就可以下载一些电子档的部分 那我先直接用这个安装起来 那我就比如说我现在看这篇 我下载的这个互联网的书 那因为我就先下载它 那之前在书展我买的是中华电信的Harmic 那原来他们其实都是春水塘公司所开发 就是之前如果大家还记得那个阿贵 阿贵的那个动画的部分 那刚才好像是当调 就是这个 好那我现在等一下我就从HarmicBook这边来继续做介绍 也会顺便介绍那本海盗教学的那本书 OK